各位同学,午安 我们今天要上的这一篇是十殿研军的这一篇 你们来看第一张 有看出来是什么照片吗 这是一堆神像的照片 我觉得台湾是一个比较 或是汉人社会 这个部分我觉得是 就是他民间信仰的力量其实是还蛮大的 有时候甚至于好像比法律的力量还要大 所以台湾民间常常有一个说法 就是有关于因果报应这样的说法 那你知道有讲到神鬼 或是因果报应这个说法 其实他只是要劝你向善 那有一些同学可能有宗教信仰 或是你的宗教信仰是另外一个 比如说基督教或天主教 这没有关系 我们只是来听一个故事 所以我们第一章 我们这个十殿研军 他要谈的就是有关于一个妈妈 叫陆港婆 那他就是常常在唱那种因果报应的那一种 那一种他在广播电台 或是在那个卖唱的时候 他都唱那种因果报应的故事 一边讲故事一边唱 可是他的小孩却走上一条不归路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所以我们选这一个第一章的相片呢 他其实就是想让我们去 就是带出那种气氛 有关于果报的这样的一个气氛 那这个有关于果报这个东西 他的法律效果 以我自己的生命经验来说 我觉得好像有一些人法律 他是没在怕的 因为只要他没被抓到 他就赚到了 可是有关于鬼神 他就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忌讳 人家有时候我们看八点档 他不是常在那边 水头三尺有真名如何又如何 然后那些人使坏 如果不是因为法律制裁 要是得到一些不好的 比如说跛脚或是被车撞 他就会说一定是报应 他可能就会用这种方式来解读 大概是这样 这是第一章的投影片 那我们来看第二章 你们有看出这个庙吗 其实它是有点暗 其实这一张是一个城隍庙的相片 那个有没有住新竹的同学 有吗 对不对 我知道有谁住新竹 对那个新竹城隍庙还蛮有名的 那你知道城隍庙 因为我们有时候就只是去吃吃小吃 或是去庙里拜扮 你也搞不清楚那在干嘛 那其实每一个庙它的功能都不太一样 我想同学们最近应该会比较 你们这种年龄层或是这种青春年华 应该比较想去月老庙 对不对 就是可能求一点红线 或是桃花的这样子 然后可是这城隍庙的功能 就跟月老庙是不一样的 那个 其实那个城隍庙 如果在古时候的那个说法里面 比如说你可能受到一些委屈 然后那是法律 可能没办法帮你解决的 它是一个保护居民 它可能在每一个地方 它都有城隍庙 就是可能一个村庄或是一个聚落 有城隍庙 然后它是来保护居民跟审判的神明 所以有时候它如果各说各话 他们都会去庙里面 什么斩鸡头 然后可能就是请那个城隍爷来做 来帮他们做那个判断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神明 然后它左右有护法 城隍爷那个左右的护法 就是七爷 牛头马命还有七爷跟八爷 大概是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下一张的投影片 前面几张大概都是在给你们看一些 大概民间信仰里面的一些神像 或是那种那些死者后面的那个代表的意思 好 其实我们来看那个 这也是那个阎罗王的死者 就是牛头马命也常常被这样讲 还有黑白无常 所以你们应该大概知道 那个有一些鬼 鬼啊 或是什么来的 大概是这样子 那你们看那个 这张是牛头的照片 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住在淡水 然后淡水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祖师 就是清水祖师爷 非常的有名 他会出寻 大概在农历五月的时候 然后他们那个阵头都很大 除了那个黑面的祖师爷 他会出寻之外 那还有 前面都会跟一些那种什么 神 其他神或是其他鬼这样子 其实他就是用人穿的嘛 就走在路上好威风 那个那个症状很大 因为我自己曾经亲自看过的 这是这个部分 好 牛头造型的照片 这是那个淡水清水祖师千岁淡辰 初寻的时候 好 好 那这个也是同一个场面 那这个是马面 我不知道同学在后面看起来 那个效果怎么样 好 这是第四张头影片 是马面造型的相片 好 好那我们来看第五张头影片 你们有看出来这个 其实有时候你们去比较大的庙里面 有一些那个神像都会在那个庙的旁边 他们可能平常不一定会出来 可是比较大的那种 那种 那种什么初寻那类 他们就会出来了 好 那这个就是七爷嘛 七爷你们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楚 他的脸 他是很高的 然后他的脸是白色 然后他舌头是土出来 很长的那一种 为什么会这样 跟你们有听过那个民间故事吗 你要不要讲讲看 你忘了 那个 他们其实就是 人家曾经有讲过一个故事 就是有关于守信用这个故事 就是 我先讲一下七爷好了啦 那个又白又高的是七爷 那我们来看下一张 我们一起看 那这个就是又矮又黑的 八爷 好 那讲一下那个七爷跟八爷 这是第五张头影片 第六张头影片 那个 这个常常在民间的阵头 你也会看到的这样 比如说我们 这边可能有住乡下的同学 那个乡下的节庆活动比较多嘛 你比较有机会看到这样 那个 七爷为什么会吐舌头 听说他是上吊死的啦 所以他舌头就吐出来嘛 对不对 然后呢 那八爷呢 那个故事是这样 七爷跟八爷故事是这样 就是他们两个本来是好朋友嘛 他们不是在讲抱住守信的那件事吗 那有一次他们就约在那个河边 见面 然后可是下雨了 下雨了 他就想说 你这个谁 七爷 七爷忘记这件事了 那下雨之后呢 河水暴涨嘛 然后八爷他就想说 哎呦 就是还是不能走这样子 就是不可以离开我们月电地方 所以后来他就是被那个 他就被大水给淹死了 那也有人讲了一个版本 就是说他先躲到桥下 躲雨嘛 就在那个柱子旁边 这样子 反正重点就是他被淹死了 被冲走了 但是他非常的守信用 这样子 就是没有离开 然后呢 那他是被淹死了 所以他的脸就黑黑的 我也没看过被淹死的样子 所以我不太了解 这是民间传说的啦 好 那其实我想问同学一下 就是你们平常有在拜拜吗 不一定要讲迷信那一个部分嘛 因为我觉得宗教信仰不见得 要从那个角度进去 除非你去那种遇到神棍 有没有 然后骗人 可是我觉得那个 那个是比较少数嘛 因为那个拜拜这件事 在我们生活里面 除非你是天主教徒 基督教徒 或是其他教派 要不然你一般民间宗教 这个其实很寻常的 有没有对瑞荣 你平常 你们家平常有在拜拜吗 有啊 那你们都拜什么 讲讲看 随便拜 拜很多 拜很多 比如说呢 你们有在拜妈祖吗 平常 没有 比如说你们那个家里 如果有什么 很疑惑的事情 你们会不会去庙里面 求签啊 或是什么 你们都去哪一个庙 你们家附近 你知不知道他在拜什么 那个主神是什么 其实没有根据也不太了解 所以你的事情 都由别人帮你 抽签决定就对了 好 我稍微讲一下 如果我自己的话 我们家其实拜非常多 我们家是那种 非常非常传统的 这样 我们初一十五啊 在家里都会拜那个 拜那个神明这一边 然后他叫什么啊 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听过 因为好像不是很常 有一些人听过 我们家叫客奖 客奖 就是初一十五的晚上 我们都会 就晚餐拿上去拜拜 这样 可是不是拜祖先那一边 就是拜观公的那个 好像是观世音菩萨 类似这样的 然后初一就每次都要拜 然后那个七月的时候 然后普渡我们会什么都 就一直拜 从初一一直拜 就是好多天都会拜 然后都要买那个 买那个贡品 有没有 可能两蛋 有没有 就拿去普渡这样子 只有那个时候 我有机会吃到泡面 平常我爸他们都 我们都没有零食 或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可是在那个时候 他可能就会买两箱泡面 然后就放在那个 两个篮子里面 有没有 就飘去放在那个广场前面 这样普渡这样 就是靠赏好兄弟 那如果平常的话 像大年初一 我一定会去一个地方 如果台中人 我不知道有没有 听过在万和宫那边 就是南屯那一个地方 很有名的 很有名的妈祖庙 然后就会去那个 安太岁 或是说那个 稍微弄一下那个 就是 就是 反正就保平安了 就对了 然后呢 可是 比如说有时候 那个 可是那个时候 我通常不会求签 因为人非常非常多 就很挤 那偶尔如果去大庙 那比较有名在我们这附近的庙 像那个大甲妈祖庙 我有时候会去 不会常去 但是有时候会去 就是求一下签这样子 然后呢 然后要不然就是去那个 清水紫云岩那边 那个也是吗 那个也是拜 那个是拜观音的这样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 好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 下一张第七张的投影片 我们其实比较蛮长 我们蛮长在 在庙里面看到一些 那个景象就是老人 其实老人比年轻人 更相信这个东西 可是我想我们不要因为 我们觉得你自己是年轻人 你就觉得这些都跟你没关系 那个东西一定在你的 潜意识或是文化底层里面 如果你的家庭是这样 我觉得你还是会多少 会受到一些影响 只不过那个TK的程度 强弱有别这样 对 那可是像阿嬷啊 或是阿公那种老人 有没有 他们常常都会向 神明祈求平安 然后呢 那个像我们 你们可以想一下 你们家里的长辈 是不是他们跑庙的频率 是比你们还要多 对不对 可是他们在庙里干嘛呢 其实也不是 只是为了自己着想 他们常常都在那边 念念有词 有没有 还希望家众的成员平安 比如说 他可以去做坊 他可以的平安就回来了 然后或者是说谁啊 心仪啊 去外面读书啊 然后教他在外面 我平安健康 不要每天都越冲越畅这样 事事都要顺利这样 这举例说明而已啦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八章的头影片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这一个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选这一篇 所以这一篇的主题就是已经到 我们那个这整个学期 大概主题是这样嘛 从自己开始嘛 从我开始 所以我从你们的名字那边开始 还记不记得 从我开始 然后去讲到你自己的童年 青春期 还有你自己的家庭关系 然后就 就来到了故乡跟同才的关系 对所以后面这一个 这个第六 这学期第六的单元讲的 就是一个曾经 曾经跟你有过交集的一个朋友 然后那个朋友也许现在还在啊 也许你们已经没有在一起了 可是曾经有一段时间 你们是很密切的在一起这样子 那也许我觉得 我不知道你们自己回想起来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啦 那也许你现在有一个 很年梯梯的那个室友 或是年梯梯的同学这样子 所以后 四年之后还能不能在一起 就不知道 搞不好明年就吵架了 很难讲的 因为我 以我的观察来说啊 那个大一上学期都是逆月期 然后之后就开始 那个因为会有一些状况 分组报告或是那种什么什么东西 他都会去淬炼你们之间的友谊 若最后你还可以在一起 那是很好的这样子 那表示你们那个 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但是在学校在一起 又不代表你出社会能够在一起了 所以我们 这种经验我比较多啦 因为我们常常都是 比如说你转换一个职场 有没有 或是毕业 我毕业的经验比你们多嘛 对不对 然后那个时候你都觉得 我跟这朋友应该永远都在一起 可是有时候你已经 你分隔两地 那个联络没那么方便 然后你又有其他朋友 那个东西 他就会慢慢的淡掉了 或是说你联络频率就没那么多 所以能不能经营友谊 这真的需要花一点心思的 这是这个部分 好 那所以我们这个选文动机就是这样子 这个其实是阿胜的一个故事 他自己写的一个故事 那他其实没有很难 他是很简单的一个故事 只是他用了一个叙事的方式 如果你们看课本会看到两个文体 一个文体是那种 好像那个访诵体那种 他里面讲的就是周城过台湾的故事 然后另外一个文体 就是那个作者 他在回忆他曾经跟一个朋友 叫林秋田 他是几岁的时候认识的 那后来 他们在以前小时候怎么样 那后来林秋田 跟他自己慢慢长大的那个路 好像越走越远 大概是这样 然后最后那个朋友 他就就是犯法 然后就被判死刑 所以他只写到那个地方 也就是说阿胜后来继续活着了 然后那个朋友 大概在29岁的时候 他就被判死刑了 所以就 当然就死掉了 对不对 所以他就 我们这个动机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 我们藉由这篇文章 我们来回忆一个 当然那个阿胜 跟我们的故事不会一样 可是他是一个触发 回忆一个生命中 曾经出现过 有所交集的人 在脑子里面想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 就是说没有每一个东西 你都要在课堂上写的话 那你就在脑子里面想一下 然后这个可以带出 你们成长记忆里面难忘的人物 或是事件 而且以前可能你 我们都不会特别去想的 然后那些人 那些事情经过 你好像就过去了 可是其实我们在今天 有一个机会 再去想这件事的时候 你可以重新去想 这个人对你到底造成什么样的意义 或是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那个影响可能是正向 也可能是那个负面的 这样不一定都是不好的 我觉得我们不要预设说 每次都要去写不好的东西 那或者是说 他可能带给你很多不同的视野的 那个开阔 也是有这样的状况 好 这是第八章 的头影片 然后我稍微讲一下 这是这个题目 为什么要这样定 他定十殿严均 还记得吗 十殿严均 那所以这个他是有比 有那个 那个题目他是有寓意的啦 所以我刚刚就要问你们 有关民间信仰的东西 你们有听过十殿严均吗 或是听过那个地狱 至少听过地狱这两个字嘛 对不对 那个民间信仰里面 他是这样 相信我等下把那十殿严均 哪十殿的名字 秀给你们看一下 然后他们可能负责 处罚什么状况 然后你就想 假设你 假设你犯了什么 你可能就要进到哪一层 这样子 那个 他们相信地狱 是由十殿严均来掌管啦 然后如果是人作恶的话 他们都是必须要被审判 跟惩罚的 然后那个犯罪 犯罪事项 就是不同的性质 就由不同的严均来掌管跟处罚 然后他们处罚方式都不太一样 那那个十殿严均里面 那个里面有一个妈妈 是她的 她没有写名字 她只有讲陆港婆 就陆港来的啦 一个年纪大的阿婆这样 就是林秋田的妈妈嘛 那她的妈妈呢 她妈妈唱那个 她常常唱的就是那种 劝人为善的 或是说那个惩善罚恶的那样 就是阳善啊 阳善惩恶的那样的一个曲子 那这一类的曲子里面 就常常有因果报应 有没有 的一个劝势观念这样 然后呢 她常常唱的其中一首曲目 就是十殿严均 好 好 可是呢 那个为什么 为什么 这篇里面 她其实有一个比较冲突的 或是有点讽刺的 因为那个 她妈妈每天都在唱劝人家 为善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内容 可是她儿子就是一个 大流氓 杀人犯 所以也就是说 她妈妈每天在唱劝事歌 结果她的小孩 没有办法回头向善 所以她看起来就是一个 好像是很讽刺 那个感觉就像什么呢 警察小孩 然后她可能就去 去犯一个抢案这样子 或是老师的小孩 她那个 那个 博文老师的小孩 她要读博文考零分 类似这种感觉 对 好 这是第八章的投影片 好 那我们很简单的看一下 那个阿胜 我想课本里面也有后面 就是在最后面的部分 也是有介绍了一下 所以那个后面 我可能也会 让你们去注意一下 比如说这个作家 她有什么样的那个书 她的那个代表著作有什么 这样听懂的意思 好 那我们来看阿胜 她是1950年出生的 所以如果现在应该已经60出头了 那她本名叫杨敏胜 是台南 台南人 她说她1977年从东吴大学毕业 你们有没有觉得 她那个毕业的年纪有一点大 1950出生 然后1977年毕业 好像仿佛不是那种一般的大学生的那个毕业年龄 所以她其实里面有讲到 她说她到很晚的时候 她才考上大学 因为她中间有一段时间 可能不是很爱读书 或是那种考试不是很好考的方式 等一下我们再讲 好 那她呢 她曾经当过记者 也曾经当过编辑主编主任 其实她的生命经验还蛮丰富的 因为你去当记者 你一定到处走来走去 然后去 会去听到一些很奇怪的故事 或是自己会去采访一些很奇怪的那个 或是很特殊的故事 然后她的那个创作大概是在1967年的时候 所以这还算蛮年轻的时候 她就有写东西了 那到什么时候呢 是那种被受到瞩目呢 是在1978年 也就是她大学刚毕业 她发表了一篇厕所的故事 然后大家就注意到这个人 你们以前高中或国中的时候 应该也有机会读到阿胜的 有的人有一缸多本 对 有的人有上过 因为她的东西就是那种 可能会被选来谈那个乡土文学的 因为她是那种乡下小孩长大的 所以她对乡下人的那种人格特质 她非常的了解 还有那种农村有没有 其实我们现在还是 我看了一下生命史 也有同学还是住比较乡下的地方 那她可能 她可能那个 比如说现在来到台中 虽然也不是像台北这么的繁华 可是你可以去感觉到那个城乡的差距 那还有啊 像我自己我觉得印象也比较多 是我们村子里面 我们村子里面都是老年人比较多 还有小孩 那人口是严重外流这样 所以我不是之前有跟你们谈过吗 有一段时间我去外地读书 然后可能一两个月要回家一次这样子 然后每一次回家 那个村子里面都在办丧事 因为那种老人年纪大 他们那个 离开人间的密集度就会增加 就是因为他们差不多都是同一辈嘛 那你就觉得好像奇怪了 我只要在村子 一进村子村子头那边开始摆花篮 你就看谁又过世 仔细看一下名词 那小孩呢 那时候还蛮照顾我的某某人或某某人这样子 好 那阿胜被视为70年代台湾散文作家的代表作家 然后呢那他也写都市文学 好 那在90年代以后他是也有写都市文学这样 那他比较有名的散文集 你们可以看下面这个地方 好 这当然不是全部啦 我们秀一部分就可以了 散文集比如说 行过极水溪 绿秀红尘 春秋麻黄石变延军 明泉路回头阿善金选吉 那小说的话他也写小说 比如说像秀财楼五金谷 七秦林凤银 还有写诗 台湾国风 好 这大概是他的简介 很简单的了解一下 那如果对他有兴趣的话 图书馆其实他的书也蛮容易找的 那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十章的投影片 我们来看那个石变延军是哪石变 而且我有稍微找了一下资料 每一变大概在干嘛 那如果你有别的宗教信仰 也把它当成一个 吸收不同的知识而已 就是我们没有要在这边传教或干嘛的 这样 好那我来把这个资料找出来一下 来大家看一下 这个第十章跟第十一章 它是同一个系列嘛 那我们把它名字念一下 第一殿是秦广王 然后第二殿楚江王 第三殿宋帝王 第四殿五官王 第五殿森罗王 第六殿变成王 第七殿泰山王 第八殿都市王 第九殿平等王 第十殿转伦王 其实这里有一个过程 因为这个民间相信那个人都是会在投胎转世的 或是下地狱的这样 那即使下地狱 它就是先让你把前面的那个 那个做错事的那种罪行都先 先想 反正就先让你接受法律制裁 之后你再去投胎这样 所以它那个过程 这有刚刚刚下地狱跟那种 一直一直受到处罚 完了 所以最后一个部分 转伦王嘛 转伦王就是那样把你罚完之后呢 到后面决定你是要投到畜生道 还是还是人 还是怎么样 就是它会有一些 如果因为 因为其实我对这个东西有一点小认识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我都读那个嘛 我们都读那个地狱游记这样 所以那个读蛮多了 然后我们家的那个长辈们过世啊 很民间的那种丧事方式 然后每次每次只要有长辈过世 然后它里面一定有一个东西 就是它会挂那个布 画布有没有 挂在那个灵堂旁边 然后那灵堂 那就会有做法事 然后那个画布就会有那十个阎罗王的相片 除了相片以外 它还会有那些阎罗王 大概那些 就是上面是阎罗王 然后旁边就是他们受罪的那一个 比如说他受到什么样处罚 那些 那些鬼 魂 门的 惨像 所以 我觉得这很可怕 那我小时候看到的时候 因为它常常都是血淋淋的嘛 然后很多那种刑罚这样 然后我觉得小时候就有被吓到的感觉 好 你们 这个我从前往此里面讲出来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这样听听看 反正以后如果有 有人跟你聊到这个 你还有东西可以跟人家聊 这个是 看不过来 这讲的 第一段呢 第一段就是你刚死掉的时候嘛 它有那个 灵静台 灵就是照灵的灵 然后静止的静 也就是说 把你那个生前做的那些坏事 有没有 全部再重播一遍给你看 好 这叫念静台 所以如果你是恶鬼的话 你是坏人的话 你来这地方就会献出你的罪行 然后如果你是好人的话 你还是第一关要先来这边 如果你是好人的话 那个就不会献出你做不好的事情 然后那个 金童玉女 金童玉女 你们知道那个有一些人要过 是不是都会烧那金童玉女 一对的 对啊 然后他也是那种西方的 那个摇池金母前面的那两个嘛 就是 就是金童跟玉女 他们就来把你接引到西方 这样 大概是这样 没听过吗 好 那第一点是这样子 就是去审视你生前的行为 然后还有 可是我觉得 他们再去讲什么是犯罪 什么是不犯罪 可能跟我们现在的一些 现代价值观会有一些不一样 比如说什么呢 可是我觉得那后面代表就是一个 我们那个民间信仰后面的 那一套那个家庭伦理价值观 是这样 比如说他说什么 如果你未婚生子 或是堕胎的那一种 或是你做后面 母口独情男童那种 或是那种 你很喜欢在那边 懂讲西 然后就是破坏人家的姻缘的那一种 这个都是要凑处罚 在第一店的时候 好 那我们来看第二店 到了第二店 就开始有一些刑具在里面 什么人会在这边受处罚呢 那一种偷金减两的生意人 比如说啊 比如说卖你东西 然后他他就里面在灌水 或是灌什么东西 然后增加重量 然后那一种肩上 他就是要被打断手骨的 或是那种 或是那一种小偷 有没有 就是偷人家东西 先来这 打肉粥 打肉粥了 这沾 就是因为他手剑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完了之后再下油锅 只是偷东西 就还蛮严重的这样子 还有啊 还有他还 因为我看到这 我觉得可以讲一下给你们听 他说还有喜欢打猎 捕捉那种鸟兽的那种人啊 死后你就要干嘛呢 抱童柱 就是那个童柱会烧的火烫烫 你就去抱它 然后你就全身都烫伤这样子 但是那个地域 它的那个方式是很特别的 因为我刚好有一点小小的接触 就是有读了一下 还蛮感兴趣的 他会这样哦 你以为这样弄一次就好了 他不是 他是每一天都这样弄 你弄的那个痛 非常非常的痛 可是等一下 他马上让你全身的肉又长回来 然后呢 再马上再让你去躺 就是你会不断的去受那一个 那个痛苦 不是一次就没了 对 那所以也有人讲过那种跳楼的 有没有 就是就是有的 这个也是劝人家不要随便跳楼 他们有讲到跳楼的这件事 比如说你可能在傍晚五点的时候 从哪一栋大楼跳下来 好 你其实本来你阳寿不该进了 那你就先进王死城这样子 因为你还没有到那个地方嘛 好 那你受的刑法就是每天 每天都让你去体验那一个 那个痛苦这样子 我觉得他们其实后面都有一套 就是希望你不要去做什么事的 那样的一个 一个 主张 那还有啊 比如说他讲到谋财害命的那种 有没有 他也是会绑到热腾腾的铁板烧 然后再被人家当那个铁板烧 有没有 就一直这样拿刀插 请那牛头马面这样一直把你戳下去 好 那第三殿就送帝王了 送帝王这一殿的话就是那个 就是在那边讲东西 破坏人家姻缘的那种 我觉得他好像很重视这个部分 因为像这种结果他说会被割舌头 或是那种欺善怕恶的啊 他就把你绑在树上 然后叫人家拿铁插来插这样 然后插完再丢给那个 铜蛇铁狗分尸 这上面写的 然后或者是那种通奸婚外情 有没有 那在第三殿把你那个 绑在那个火桶上面 然后剥 那个 然后 他说剥皮 就把你剥皮 然后装到那个麻袋里面去这样 这是第三殿 那第四殿呢 第四殿是五官王 哇他这一殿好像专门 专门处罚女人的这样子 就是你生前的时候 诱拐人夫 然后呢 害人离母离子那种的啦 然后到这个地方 你都要下油锅这样子 或是女人 我们要小心了 这一点我们还蛮容易 那个触犯动就是 多嘴多舌爱挑拨 要小心了 这种要割舌头 也要剥皮的 而且还有你 如果叫给你老公 你不爱他 就把你丢到 就是那个血池里面 这样子 对 我觉得好可怕 他都没有讲到 有关于男人的 那个部分 所以这里面 你就可以看得到 那个性别的那个 性别的差异啦 因为他没有讲说 老公不爱老婆 要下哪一个地狱 但他没有那一个东西 好 这是第四殿 好 那第五殿 就是森罗王 这一殿里可能 有一个你们 比较熟悉的东西 就是那个望香台 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听过 有一些人过世 然后他就是亡灵 他会回 他会 他有一个地方 可以看到他 他那个阳世的子孙 那不是都在那边哭吗 好 而且那个他 因为这些人 都是比较 可能做坏事 就是 让你看到你的子孙 在那边为你哭 但是你永远回不去 这种感觉 这是森罗王这一殿 然后接下来 他还有谈到说 如果这一殿他处罚什么呢 如果你生前杀人放火 你就用那个石墨 把你的身体磨过去 就是把你压扁 然后还有那个 如果你是以前当官 有没有 然后在那边贪污的 或是地方的恶霸 有没有 他就把你用那虎头杂来伺候 这是第五殿 那接下来 看到第六殿了 变成王 他 其实我想那个 这个还蛮有趣的 到现在 其实有一些人 可能都还 还会受到这种刑罚 就是那种放高利贷 有没有 他说放高利贷 来这个地方 要那种 把你看你的心肝 都是黑心肝 所以要帮你清洗一下 把你的肚子剖开 然后清洗你的那个 他还有那种制造伪超的 有没有 制造伪超的 他说这里来 这里帮你的身体聚两半 还有那种 如果你当后母 然后欺负前人的小孩 因为有 古时候这种 还没有多到那么多 就是但是现在那个 因为古时候有那个 可以三妻四妾 所以不一定要 不一定有那种一对一 就是你要去照顾前人的小孩 可能是 反正就是这样 然后可是我要讲的是说 我们现在啊 现在这个社会离婚率还蛮高 所以其实这种机会 是也有可能的 这样 不论你或我啦 搞不好你某一天会爱上一个 爱上一个那个 可能他之前有一段婚姻 有小孩的这样子 对啊 所以我们反正听一听 参考一下 他说如果你欺负前人的小孩 就是把你丢到一个溪 那个溪叫做寒平溪 寒冷的寒 贫困的瓶 就是你会每天在那边 冻的发抖的 这是第六店 那第七店就是泰山王 泰山王就是处罚那个不孝的 不孝的干嘛呢 压石板 然后呢 可是他这里面又讲到 那个也有处罚小偷 所以小偷可能受不止一个 烟磨网的处罚 这边的小偷呢 他会被挖眼睛 然后那种摩采害命的 还会被拒身体 所以其实做一些坏事 他会处罚的次数比较多 那接下来就要第八店了 第八店是都市王 这个好小心 我看到这边我自己都吓到 因为我可能会来到这一车 他说生前你有杀牛杀马 或是杀各种动物的这样 那因为小时候我们真的也不是 很了解状况 我家又住乡下嘛 所以我也杀了一些 不是恶意的这样 这个杀鸡什么的这样子 就是对 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是要帮家里 弄一些事情嘛 好 但是呢 其实他是要告诉你 你如果内心愿意输罪的话 他还是有救的 不要太担心 好来这边就要受刑了 那或是 或是他说 如果你生前是做那种特种行业的 有没有 比如说那种妓女啊 牛郎一类的啊 要来这边干嘛呢 钉铁钉 钉铁钉 然后把你绑在石头上面 然后呢 反正也是分尸就对了啦 好 然后呢 不孝顺父母是五马分尸哦 然后当江洋大道 斩成一块一块的这样 好可怕 我觉得每一个都很可怕这样 然后接下来看第九 第九店快要快要快要结束了啦 第九店 好等一下第九店怎么样 我们待会再说 好刚刚讲到第九店了 平等王的这一店 好我这里稍微再把它讲完一下 就是第十一张投影片的平等王 来刚刚我们讲到这边注意听一下 那个对象就是他生前的时候 他当官没有勤政爱民 然后没有照顾百姓 所以你看这些官员应该稍微看一下这边 然后或是说不肯和睦相处的大小老婆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后面完全就是一个看起来性别很不公平的这样的状况 好他说呢 还有媳妇如果不孝顺公婆的这种都会被处罚 处罚什么呢 下刀山 然后呢嫂嫂欺负小姑的话就割肠剖肚这样子 所以我在看这个这几店的时候我就看到 奇怪了兄弟戏强也不用被处罚 因为他里面没有写到 然后可是那个姑嫂不和啦 或是那种媳妇不孝顺父母 所以他后面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复兮的那个价值观这样子 这是第九店 好那第十店 第十店叫转轮王 那这一店是什么呢 仔细想想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 就是那种廖买店 败家子的那一种 比如说你们家可能还蛮有钱 但你都不 你都不好好的那个守住家产这样 然后可能就到处挥霍的那一种 或是骗人家财产的那一种 这还是一样虎头杂次后这样 好那这一店同时也是另外一个任务就是 就是因为他是最后一店了嘛 所以他有这个负责投胎转世的这一个部分 那听说是有五道出口啦 就是等你被处罚完的时候呢 有五个选项这样子 不是你可以选的喔 是延罗网他们决定的这样 第一道是把你 这个都是属于投到人胎的这一个地方 然后他会有几个 几种可能性啦 第一种就是当王侯将相 就是你投到这一胎你以后就是王侯将相这样 然后呢那第二道呢 阳间的凡人 我们都是第二道啦 居多啦 第三道就是那个 这边就有禽兽了 那个牛马禽兽 第四道就是那个鱼啊虾啊 这是水底生物 好啊第五道就是那种 就是沿路乞讨的 你看那沿路乞讨好像比那个鱼虾还要惨这样 因为他没办法自己找到食物还要等人家给他这样 这是这是食店严均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那个第十二章的投影片 因为在这个里面他有 陆港婆有一直在唱这个故事 所以但是他唱到一半他就没有唱了这样 所以我把这个故事很简单的讲一下 那个这个就是在讲有一个男生 他是大陆福建那边的人 那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那边讨生活没那么容易这样 所以他们有听说台湾 台湾好像是一个好发展的地方 那个是在清代的时候啦 清代的时候 好那他就自己啊抽了钱 好他就从那个福建安息来到台湾 来到台湾之后呢 因为机运不错 所以他就赚大钱了 赚大钱之后 其实他那时候要离开的时候 他家乡已经有老婆了 老婆叫做月礼嘛 老婆就那种很痴情的这样 我会等你回来哦 他说我一定会回来的 然后就讲的信誓旦旦的这样 可是来到台湾这边 他就就另外取了一个名记 就是江山楼的 叫郭阿密 好那几年之后 因为他老婆已经在大陆等得很可怜啊 然后他也想办法来到台湾 没想到呢 因为原配是他嘛 所以那个另取的那个就变成妾了 不过那个周成跟那个妾 他们就觉得好讨厌哦 你干嘛来破坏我们这个生活这样 所以他们就一起下毒手杀害了原配 然后后来故事是这样子 听说呢 他就被他的原配的冤魂附身了 然后就发疯 就杀死那个床头人 就是郭阿密这样 所以其实台湾民间故事有一些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那个痴情女子复兴汉的那个故事 就是比如说老婆可能很痴情 然后老公都很复兴这样 可是这后面有他的那个历史原因嘛 嗯 他虽然是一个民间故事 可是他反映了一个时代哦 说比如说那个讨生活很困难 然后还有那种相隔 夫妻相隔那么远 然后呢 可能那个老公寂寞难耐 所以他就另娶了 然后就有一些悲剧产生 这后面都有他那个原因啦 因为在清代 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听过 因为清代有很多人来到台湾 可是清代 就是朝廷他们不太希望你带那个家眷过来 为什么 因为他们很怕那个台湾变成盗匪窟 有没有 你们在这边不知道要干嘛这样子 所以最好就是 你的家人不要来只有你来 可是这 因为男生在外面久了 然后有的没办法 他有他的那个心灵的慰藉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会发生很多的状况 我觉得这部分跟那个 这部分跟有一些 有一段时间不是很多台商都去大陆吗 然后那个家人都在这边 然后就有很多那种包二奶的故事 我觉得这也蛮有点类似这个感 这是这一个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13章的头影片 其实刚刚那个周成过台湾的故事 他是要 为什么要讲那个故事 因为他想要提醒有家室的男人 你要珍惜你的婚姻跟家庭 要不然你会受到不好的报应 这是第12章头影片 那第13章头影片是这样子 故事大药大概是这样 那这个是他的小学同学 然后他们大概在九岁的时候认识 就变成国小同学 因为那个同学是后来转学过来的 然后他们刚开始的时候 交情还蛮好的 可是因为他们的家庭背景非常的不一样 因为一个就是妈妈在卖唱嘛 然后又没有爸爸 这个是那个林秋田的家庭背景 就他们家很穷 然后又没有爸爸这样 然后呢 那这个阿胜他们家就相对来说是比较正常的了 就他们的祖先就是那一种啊 以前当过举人的那一种 所以他们家算是书相识家就对了 他们家人非常重视读书这件事 好 那这个家庭背景不一样的时候 那个管教的方式就会不一样 然后 所以最后面他其实要告诉我们 那个一个人走到哪一条路 我们常常都只看到后果嘛 比如说有谁讲话那么吵 那或是有人喜欢 那个 那个可能喜欢去 那个 怎么讲 玩 就是什么讲 逗女同学生气 可是这前面可能都有他原因 我们只看到后果 或是那样有没有 学校 学校不是有很多那种霸凌的事件吗 我们看到可能都是尾端的那一个结果 这样 可是你没有解决前面那个问题 或是把问题找出来 可能那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这样 好 所以我们来看 你看阿胜的祖先曾经是举人 然后林秋田他是陆港婆的儿子 就是那种 有点像是坐在路边乞讨 但是他还有卖艺一下 这样 好 那小学毕业之后呢 因为阿胜这个年龄 他是六十岁嘛 六十一岁 现在六十一岁 所以他的小时候的那个 不像我们这么幸运 你们的国中都不用考试 对不对 除非你去念私立国中 不然都是九年义务教育 可是在他那个年代不是 就是初中 他那年代不叫国中 叫初中 他是要用考试的 所以他们可能在国小的时候 就要补习了 就是那个升学压力 其实蛮大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读国中 小学毕业之后 阿胜就升学 然后他那个同学就去当学徒 因为他们家很穷 没办法读书 而且他也不爱读书 那就开始了一个往 我们社会价值里面讲的 一个往善 一个往恶的不同的人生 然后一个走向学院 就是他到大学里面去读书 然后可能做了就是那种 白领阶级的工作 做办公室 或是靠嘴巴 或是靠笔来讨生活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变成大流氓了 那最后就是29岁的那一年 那个林同学 林秋田同学 他就被判死刑 那最后当然是有枪决 因为以前那种死刑 不像现在考虑很多人权的那一个 什么到底要不要废止死刑 那时候还没有这个讨论 好这是 然后这个 这个内容大要的重点 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他童年的时候 这个同学 因为印象特别深刻 而且他们有 他们感情曾经很不错 可是他们走到完全不一样的路 还有这个同学 在他生命里面 其实留下了一些影响 那这个是他要谈 可是那影响不是很负面的 我觉得是很正 还算正面的这样子 比如说 因为他其实里面有提到 他常常喜欢听那个陆港婆 讲那个故事 因为他说他很会谈情 又很会讲故事 所以最后那个阿胜 他对戏曲的研究 戏剧 民间故事或民间的那个戏曲 他还非常有兴趣 花了很多心思在那个地方 这个就是蛮正向的 因为认识这个同学 还有他同学的妈妈这样 好这是第13章的投影片 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篇蛮适合 也可以来谈一个 比如说那个 那个一个不良少年 我们看到表象 是不良少年 可是他背后呢 其实谁喜欢那个美食 去当一个不良少年 那后面搞不好有很多苦衷 或是有很多那一种 我们常常在那个都会去讲说 你怎么会变成社会的败类 你是一个败类 可是那个败类的过程里面 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是一个 幕后推手 对所以我觉得这边 我们可以去思考那个问题 我们常常都很冷漠 然后或是 或是觉得很多事情 都跟你没关系 可是也许那个过程里面 你都有掺到一脚 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这边我们来分析 这边 我觉得我觉得他们两个的比较 大概可以从三个部分来看 就是家庭背景的差异 刚刚其实有很简单的提到一下 如果你们有看内容的话 你有没有看出来 他说那个陆港婆 他原来是番薯氏出生的 和姬妻 其实我还没看这篇以前 我还不知道 因为这很道地的那个 那个说法这样子 就是民间的 和姬妻就是那个妓女户 也就是说他曾经是妓女出生 那也许年纪大了 然后呢 可能姿色不在了 又没有找到一个靠岸的港口 所以他可能就沦落到 那个街头卖艺 可是你知道吗 当一个 我觉得社会都是这样子 他们都会有一个刻板印象 这些人是妓女出生 所以对他可能就指指点点的 所以那个背后话都不会太好听 所以你看这个 所以林秋田他小时候就这样 因为你妈妈的 曾经有过的职业身份 你可能被人家 用异样眼光来看待 那还有他们家又没有钱 他妈妈都抛头露脸的 人家的妈妈都在家里相夫教子 他妈妈每天就这样 从早上到晚才一点点钱 可能也不够用 然后而且人 而且看起来像一个乞丐的样子 就是他不是那种 那种像蔡依林那种卖艺 然后穿的光鲜亮丽 他是那种看起来 看起来比较邋遢的那个状况 所以 所以也就是说他 人家又觉得你就出来卖艺 因为以前那个年代 他们都觉得卖艺 是那种比较下等的行业 现在应该同学 比较不会有这种想法 好多同学都想去当明星 对不对 但是以前那个 他们会觉得戏子 或是表演者 那是比较不入流的那个工作 这是这个部分 也就是说人家对他的职业的评价 就不是很好 还有因为他每天都在外面卖唱 所以他其实是没有时间 去照顾他的这个儿子 光赚钱吃饭都是问题 哪有时间照顾小孩 所以那个小孩就 林秋田他就没有得到 足够的母爱跟陪伴 有时候你不用说太多 但是只要相处在一起 对但是他缺乏这个东西 他会 这个会有一种没有家的感觉 回到家都空空洞洞的 冷冷清清 然后别人家都有热腾腾的晚饭 可以吃 然后还有加上他的妹妹 年纪比较小 所以他妈妈是把那个妹妹 因为妹妹可能是婴儿 或是很小的小孩 就是卖艺的时候 放在旁边这样 可是其实那个小孩 也有点小可怜 就是妹妹那个部分 可是起码他还在妈妈旁边 但是林秋田他就好像自生自灭那种感觉了 这是林秋田的家庭的背景的部分 那我们再讲一下 他上这边 他上这边 他说他每次如果烤的没有很好 他爸爸就会讲 你们太早就会想起哦 那你怎么会靠这种分属 这样丢你祖先的脸这样子 而且常常就会把他那个一阵 让他吃很多的那个藤瓢这样 就是可能会打很凶就对了 所以他的爸爸对他管教很严 而且他常常会说 你祖先这样 你这样怎么对得起他们这样 常常会跟小孩子提到祖先的荣耀 或是祖先的公民 那他就希望你不要入墨你的祖先 可是他小时候其实也是很皮 就是跟那个林秋田一起去外面皮 皮什么呢 出去翘课去玩 逃学 或是去偷摘人家的水果 可是只要回到家林秋田都没事 因为他妈妈都不知道这些事 可是如果阿圣他爸爸一直到 一定是那种脱皮疼了 重重处罚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 他们有差别了 虽然父亲会打你 可是他他其实是在管教你一些东西 比如说他告诉你什么东西 可以做什么东西 不要做 那陆港婆刚好相反了 他每天都在外面讲故事 叫人家为善 可是他没有时间去管他自己的小孩 这就是他们之间 第一个部分家庭背景 造成很大的那个差别 那第二点呢 经济状况是很不一样 我们再回顾一下那个文章内容是这样 林秋田他小学毕业 因为他就成绩也不好 然后他们家经济也不允许 所以他就没有继续读书了 他就去那个炸油厂 当学徒 那个那个其实那个工作要靠很多劳力 所以其实是非常的辛苦 而且又很热 你可以想象那个那个场景 可能是很热的这样 可是因为你去当学徒 我不晓同学有没有听说 以前的人当学徒 大概都是三年六个月 然后你是没有薪水可以拿的 然后呢 那有一些 有一些师傅可能就觉得 严实出高徒 所以可能就蛮凶的这样 是这个方式 有时候你们看那个大爱台 可能会看到类似那样的故事 可以看一下 好 可是那个工作压力非常的大 而且他 你们来想一下嘛 国中毕业是几岁的时候 国小毕业不是国中毕业 12岁那时候你们在干嘛 你们可能都还在看那个 海绵宝宝呢 那时候没有 不然那时候是什么 天线宝宝 你喜欢丁丁吗 对啊 就是可能你们都还在看卡通 可是他已经没 他已经可能都住在外面了 就是住在那个工厂里面 然后可能那个工厂 跟那个休息的地方 是没办法切割这样 好 这么小就要去承担那么大工作压力 他曾经来找阿胜宿苦 可是他不敢跟他讲太多 因为他觉得我如果讲太多 就是会伤到你的自尊 因为那个 他本来有一点自卑的人 或是有一点觉得没有 得到别人注意的人 你一直跟他讲那一些 他会觉得你好像 就是要用自尊心来换卫 所以自尊心可能是会比较强 所以他也觉得不要讲太多 他只是劝他说 你不要对不起你妈妈 你妈妈那么辛苦赚钱 他只能讲这样 好 然后可是阿胜他们家呢 他们家的经济上面是 相对来说就比较有钱了 因为他爸爸有正常的工作 然后所以阿胜不用那种 去外面赚学费 我想同学如果到现在 你们去看你周遭的朋友们 同学们 应该有时候有一点感觉 因为我们私立学校 学费有一点贵 对不对 不便宜 如果你又住外面 然后所以我知道很多同学 都会去打工这样 那真的还蛮辛苦的 但是这种事我们都有做 这样我可以了解的 可是你会锻炼到很多啦 有比如说人情事故 或是那种应对进退 那个是可能在课堂里面 都没有出去的同学 是没有学到的这样 好 所以你看他不需要去外面想说 我的学费我交不出来 要怎样要怎样 就是他没有那一种烦恼 你们有没有很羡慕 没有这种烦恼的人 好 那所以他的父亲 对他的功课又特别的期待 所以他有时候会被盯的 比较多这样 这是他们两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那第三个呢 第三个他其实有讲到一段话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了 他对世间的恨意 就林秋田曾经来抱怨压力 或是就在整个成长过程里面 他曾经跟阿胜讲很多 你们我不知道有几年 几年前曾经那个刘德华 那个事件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 他曾经交过一个女朋友 叫做玉可星 有听过吗 然后有一段时间 那个女生就是出了一些专计 或是不断的去讲他 十几二十年前跟刘德华的一段 因为他是唯一一段被公开承认过的 所以他就写 就是都可能就是用那个东西 一直不断的那种 好像有那个上版面 然后可是那个刘德华 他其实那时候已经有其他的感情了 就是他有地下的情人 对不对 这是你们知道的那一个 可是呢 只要每次他一吵 那个女方一讲这个话题 然后刘德华就要不断来被去追问 那人都已经分手十几二十年的 过去的感情 可是我记得有一次刘德华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那句话是蕴含蛮深的 因为如果是一般人可能就觉得 拜托几百年前的事情了 就是十几年前的都可以让一个小孩 从出生到念大学 对不对 那种成年老师干嘛一直讲 如果一般人可能会被讲几次 他就会觉得很烦 可是那刘德华他是偶像 所以他那个我觉得他的那个有训练 他只讲了八个字 但是我觉得那八个字 看起来都没有发火 可是那其实是我觉得还蛮重的那八个字 他讲什么呢 他讲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这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刚好拿来讲这一个故 这个故事里面他也有这样的寓意 也就是说看你怎么去想问题 如果你都往那个不好的方向想的话 你的生活他就会像地狱一样一直折磨着你 即使只是你的脑子里面一直在想那个不好的东西 那一念天堂呢 如果你想开了想通了 其实你就有无限的宽广 他其实是要 我说刘德华讲那一句他其实是要告诉你说 你不要在那边钻牛脚尖我祝福你这样子 对不对 这样是不是可以赶快不要浪费十八年二十年的时间在那个地方 好 那回头来看那个林秋田这个部分 他说呢他很恨 恨什么呢 那个课本里面都有你们可以自己找一下 他说他恨贫穷 为什么我那么穷都要被人家这样子嘲笑 比如说可能带便当的时候别人那个 这个有时候电视都会演嘛 别人的便当里面可能有什么 便当里面可能什么菜都没有 只有酱油搅一搅这样子 小时候这我倒是有那种感觉 但还好我们家没有穷到非常穷 不算 就是算穷 但是不是穷到那种都没有一点菜 可是真的你会感觉到那种在开便当的那个时候 全部人都在班上了的时候 我觉得那会有一点点心理压力 那更何况是家里真的很穷的那种人 那你们看邦嘎那部里面也有那种嘛 他们不是为了一个鸡腿然后就引起火拼了吗 一根鸡腿而已 丞翰点眼的那个角色 他说他恨贫穷 然后而且他恨他妈妈手上那一支乐器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那个啊 好像大家都拿他妈妈的身份跟他的职业来一直讲 你妈妈都怎样怎样讲 而且他说他恨老师彻底推毁他的自尊心 其实你们有看内容他有讲到 从阿胜的角度 就是同学角度 他说 他说林秋田他唱歌很好听 也就是说他有唱歌的专场 他歌声很棒 好像有一传到他妈妈 可是呢 他说可是以前老师是以考试 考卷的分数来决定谁是好学生 谁是不好的学生 我们是不要这样决定的 这个只是一个形式这样子 好 对 那 所以他就说那个什么 林秋田唱歌的天分就不会被人家去称赞 或是肯定 或是拿出来去讲说 哇你好棒这样子 他觉得没有那个部分 然后老师 因为他不是很喜欢读书嘛 其实有的人真的每个人的专场不太一样 他可能对读书不见得很感兴趣 可是那老师 以前的老师比较会体罚啦 所以可能就一直打 然后讲话就会羞辱一下 嗯 像这种我小时候的时候 你们的成长过程里面有那种老师会讲话羞辱人家吗 还是有吗 因为我想要你们比较多爱的教育了 我们小时候是那种直接就讲出来 很那个的 比如说你怎样 你怎么那么懒啊 然后又怎样 那种都算好听的了 要不然就直接那个 直接体罚 还蛮多这种 或是去讲说你们都没救啊 像这种都还蛮常讲的这样 嗯 好 那你知道哦 如果 如果那种自尊心啊 或是那种家庭成长的过程里面 比较没有那个问题 他可能就觉得啊 老师你这个 你这个老师有问题这样 可是如果是那种啊 本来自己就有点自卑像林秋田这种 他会很在意那个人家的评价 他会真的把他听到里面去 所以他就会觉得话 就是没有办法在那个读书的这一块 或是那种在学校的这一块 得到被肯定或是成就感 那他也很恨啊 就是说人间那些人怎么那么势利 就是有钱的 他们就捧着人家大腿 抱着人家大腿 我们没钱你就讲话 人家就是很酸这样 然后而且他也很恨那一些国小同学 因为那些国小同学 可能有一些小朋友 有个喜欢讲话去吃人家 小朋友可能都没有去想到那后面后果 他们就直接讲嘛 像我记得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 也有一些同学喜欢取人家那种绰号 有没有 就是人家那个 比如说那下巴稍微尖一点 他就叫人家是猴子啊 然后或是稍微的 稍微的那个服态一点 就把他讲航空母舰啊 就是我觉得那话都还蛮难听的 因为这个我们成长过程里面 我们半都有人被这样讲 我觉得真的是 他可能觉得 讲的人可能觉得 我好幽默好有趣哦 可是被讲的人真的很不舒服 因为 因为那个讲的人都不会讲自己嘛 可是人家所谓的幽默 就是损自己 不要损人家 我觉得损人家一点都不幽默 那个是那种刻薄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学 幽默感 讲自己就OK了 然后他也很恨那个 他去当那个学徒的时候 那个老板 就是不断的 就是对他还要求很多 然后又没有给他什么钱 然后他就觉得他劳力被压榨 所以种种种种的 就是他有很多 他自己打不开的结这样 所以他说他的求学跟生活里面 遇到很多问题 他都深深的伤害他那种心灵这样 而且他又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所以他对世间他的解读 就是充满恨意的这样 好 这是第14张头影片 那我们来看第15张头影片 那这个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个是属于写作手法的部分了 好 你们用听的 然后把那个稍微再看一下 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他有双线结构法 就是他的他有两条线同时在进行 一条线就是那个 他用字体很明显的区隔了 一条线就是陆港婆唱的 那个周城过台湾的故事 然后另外一条 或是那个十天研军 怎么劝人家为善的那样的 就是有关于那个 那个民间的说唱的艺术 然后另外一条线就是陆港婆的 儿子怎么的 从小跟他在一起 然后最后怎么去混流氓的 那个经过 然后这个小说 他就是用那个不同的字体 来做区隔的 所以这是很容易去看到那个两条线 这样 那一条线就是周城过台湾跟十天研军的故事 另外一个就是林秋田的一生的故事 大概是这样 好 然后呢 可是你们看到那个故事 他那个处罚或是受到什么处罚 他刚好都刚好在 在唱到教人家不可以做坏事 然后接下来他儿子就开始一直做坏事 你看那个对比 就是他妈妈一边唱 叫人家不要做坏事 然后后面开始 他儿子就从小伪的流氓变成很大伪的流氓 这个我觉得这是 他把那两条线这样并置放的时候 他其实是有一种加强的 加强那种反凤的效果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双线结构法 第二个顶针法 你们还记得顶针格这个修辞吗 顶针格就是上面的最后一个最后几个字 或最后一个字变成下段的第一 开头的那个字或一个词 对不对 所以你们来看一下 那个所谓顶针法就是前一句的结尾 作为下一句的开头 对不对 所以这你们注意看 本文的很多段落都用这个手法 比如说什么呢 第一段他不是讲了一堆 然后最后他就说讲起那一年 然后就点点点点点 然后下一段的开头就说 那一年我九岁 像这种 他就是一个顶针法的写法 这是第二种的写作手法 那第三个是排比法 什么是排比法呢 排比法就是同一个性质的范围 的事情或是东西 那你用相似的结构的方式来呈现了 比如说呢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 他恨世间的这件事 我觉得这个可以变成歌词的那种感觉 他说他恨什么呢 这看起来都是排比手法 他说他恨贫穷 恨自己的母亲手上那只手情 恨老师彻底摧毁他的自尊心 恨人世间的势力 你看那个恨后面都加一个 都是负面的感觉 或是负面的那些动作 所以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大量的排比的方式 这是第三个 你们都很容易找得到的 这个象征是什么 为什么他要一长串一直恨恨恨恨恨恨 其实这个写法后面呢 他其实是在呈现一个东西 他在堆叠那个林秋田 他的此恨绵绵无崛起那种感觉 这是他的恨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好像讲不完 讲到后面还很多冒号意思 就还没讲完耶 还很多那个三节号啦 不是吗 就很多 我还没讲完等等等这样子 好 那第四个是对比法啦 所谓对比法 我觉得在这篇里面也蛮容易找到 就是阿胜这个角色 跟林秋田角色 他刚好是一正一反了 他们一刚开始是 他们一刚开始没有差太多 因为都是那种顽皮的小孩 可是到后来就开始 那个差距越来越拉大了 那个一正一反就是其实他可以让我们去看到 那个这两个小学同学 他们的那个反差 就是生命的反差 比如说他说什么呢 他说到他自己爸管他多厌 然后那个他多么没人管 这其实就是一个对比啦 那或者是说 即使是在讲那个林秋田他自己 他们也有对比法 像那个例子 你们听一下他就说路港婆大概没讲 没想到他天天欠人为善 却自己的儿子走 走不走正路 这也是一个对比法 那或者是说他说 林秋田的永恨 我见识到了 他很凶的对吧 可是他说他不会打我 你们就可以看到他 他其实是那个 就是说他的狠不是那种绝对狠 他还是有他那个比较柔软的部分 他就把那种很凶残跟柔软 是对比在一起这样 这是这个部分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那个 这个是一个行业的介绍 所以这边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不会去考到这一个详细的内容 因为这个有兴趣再看就可以了 好那第16张头影片他谈的是那个台湾 传统炸麻油的过程 那个其实在应该是在西罗或是北港这边 那个油还蛮有名的 就是还蛮香的这样 然后有的是卖花生油 然后也有麻油 所以那个跟材料的差别 那这个文章里面他提到林秋田 他小学毕业他没有升学 他就去当学徒 那其实是非常的辛苦了 我们可以稍微的很简单了解一个行业的流程 好虽然我们没有机会去做这个工作 第一个 所以你来想一下那个 那个空间里面一定非常非常热 因为你芝麻要先炒 它才会有香气嘛 因为那炸出来油才会 就是油才会香 这样预热它的油比较容易炸出来 那第二个就是炒好的芝麻 你要把它装成一个一个圆饼 它要先压 先弄成圆饼 然后再整个圆饼去炸油这样 就是很像我们讲那个石板 就这样一直压 因为那个 你如果芝麻它是分散的时候 它的油是 就没有办法很明显的弄出来这样 好 那第三个就放在炸油机上面 接下来就是用油压 油压的方式 以前都要用人工的 这是有机器之后的这样 那它就是慢慢把那个 它本来做成大概两个 它里面有 我找到资料是这样 它说本来那个圆饼大概是两个香烟的厚度 两个香烟盒的厚度 就是大概可能这么厚吧 然后就是慢慢压 一个一个饼放上去 它就开始压 好 那芝麻的油就会慢慢滴下来 那它就说如果用机器来炸的话 大概要三到四个小时 那用人工就要更久了 炸出来的油量也要看 那个芝麻品质好的话 它的油量才会比较充足 不好的话 所以它还 中间还会有挑芝麻的 就一刚开始它有挑芝麻的那个过程这样 不是每一个芝麻都可以拿来炸 好 那这里面有几张的相片 我们稍微看一下 在那个第十七张相片 这张相片是选芝麻的农妇 因为那老狼钢嘛 反正它也没什么 其他的才艺那它就来挑芝麻 好 但是其实我们就看到有时候我们在享用一些食物或是一些调味料的时候 我觉得多想一想后面那个制作过程的辛苦 你可能就会比较习悟一点 对不对 这人工也蛮 那个人呢 手工的东西都很贵了 但是有时候那个贵是有道理 因为它花很多时间 好 这是第十七张的投影片 第十八张的投影片就是 像这样有没有 剪好之后就去炒 炒一炒之后呢 不是只是这么简单 还要它还要蒸过 因为它要让它定型 好 蒸熟之后呢 然后呢 那它这个是用那个热的地方在蒸 完了之后它就要做那个饼 有没有 就像这样 有没有看到 这么厚 而且它是就这样放上去开始用油压 那个压没办法那么快 好 这已经制成饼的样子了 第十张投影片 好 那第21张的投影片呢 开始挤压 因为它一次放不止一块的 那个麻油的饼在上面 然后可能就厚厚的 从上面开始压 压到那个很扁为止 那个油就会出来了 好 所以这边是挤油跟调整麻油薄 人要在旁边看 因为那个挤一挤 可能有一些那个饼会 会那个偏掉 你要调整一下 好 而且还要那个 还要拿 还要拿桶子在下面接 那什么时候应该要换一下桶子 或干嘛都要看一下 而且还要确定一下那个品质如何 那当然我们比较喜欢的是看后面那种麻油可以煮什么食物啊 比如说麻油鸡 找到这张是炒鸡腥啊 我觉得麻油加姜去炒东西就会很香了 就可以炒很多东西这样 像那个我们家小时候啊 只要只要冬天很冷的时候我们都会弄麻油鸡 然后我们都会用全酒的 就是就是不会加水就是了 然后就好好吃哦 那个空气里面都是那种酒香跟鸡香的味道 鸡肉的香味 这是麻油鸡腥啊 很多很多很多家庭主妇都喜欢用麻油来炒东西 可是我们为什么放这张照片哦 其实是让我们去思考这个麻油背后的制作过程 其实是很少人去想到 我们只想到食物的好吃 可是那个如果如同我们刚刚那些照片 有没有 其实是很多人的劳动力才换到一罐 可以在市面上卖的麻油 所以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这个也是我 我觉得我以前没有想那么多 然后自从我自己真的种菜之后 我才发现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我才种一个食品大的菜圆 我就觉得草怎么长那么快 我都用手工的嘛 就在那边拔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如果像那个 一重好几公顷的 那个真的是蛮辛苦的这样 因为有些东西可以用机器 有些东西你还是要用人的 这是第22章的投影片 那接下来就知道第23章投影片 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篇章里面我们真的要思考 你们可以回家想 那也许我们延伸的思考里面 我们也会放在那个期末考的考题里面 出一部分这样子 所以你们还是有挥洒的空间的 比如说什么呢 这个我们刚刚有讲过 这两个问题是 第一个问题 回忆一个跟你曾经关系很亲近 现在可能已经失去的 因为我觉得是去联系的时候 你比较容易去想到那个意义 如果那个现在还在旁边的 有一些意义你可能还不是看得那么清楚 对所以可以想一下 就是那个曾经以前跟你交集很深的 他可能是亲人 可能是朋友 可能是同学 或是可能是你的某一任的男朋友或女朋友 都可以 各种关系都可以 那现在回想起来 这个人之于你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应该可以加一个点进去 就是宠物 宠物可能也有很多意义 比如说那个宠物可能就是你失恋的时候 他都听你讲的 那个情感的寄托就很深 对不对 所以那只狗死掉也代表了 那你曾经见证过你爱情的那只狗已经不见了 所以有一些人对宠物过世 失落感很深 我觉得可以理解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 我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就是我希望大家来透过这个文章 我们来勾起一些 我们透过那个 我们透过作者那篇篇章 然后看到一个作者的故事 生命的故事 那我们也勾起我们自己生命里面 曾经教会过的这样的人 然后这样的意义 这需要想 那第二个问题呢 第二个问题我问的就是 你认同因果报应这样的观念吗 你可能会回答认同 或会回答不认同 或是回答有时候认同 有时候不那么认同 意义 你对因果报应 你认同这样的观念吗 不认同为什么 这没有标准答案真的 为什么 就是你心里不是那么相信 也许是因为你受到 比较科学方式的训练 也有可能 对不对 那静庭呢 你认同因果 报应这样的观念吗 为什么 怎么样 对啊 认同 为什么 你觉得你为什么会认同 或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例子 你看过的 不一定要发生在你身上 不知道 我分享一个我听过的故事 曾经有一个女生 就被她的男朋友给抛弃了 那她就非常的痛心 然后隔了几年之后呢 她就听到她男朋友 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 她就说我非常的相信 因果报应这种东西 她说因为我听到的时候 心里非常的痛快 那就是她的报应 这样子 对 可是这个 这个我觉得是每一个人 怎么去解读 那那个 也有同学跟我分享过 她不是那 她说她有时候认同 有时候不太认同 那她们讲认同很多时候 可能都是一个家庭 家庭的影响 因为她们家庭 可能很相信民间宗教 她们可能从小 那个拜拜 就是生活里面的一部分 所以她觉得她还蛮认同的 这样子 那我这个 我这个 题目是这样啦 后面的原因是 我想要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 所谓因果报应是什么 因为我们可能 我刚刚跟你讲 十殿的阳王 你听起来 大家有时候都觉得 有点好笑 就是这样就要被压 就是爱上人夫 就要被处罚 怎么那么惨 就是我们现在 社会价值不太一样 或是我们重新 会去想一些问题了 所以这个问题 是要让同学们 去思考这个 我们这千百年来 很普遍的民间的价值观 然后那个 你认同跟不认同都可以 因为这个本来 就不是是非体的答案 然后那个 重点是 你为什么认同 或是你为什么不认同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 我们被社会价值影响 我们好像从来不去想 为什么 我只有觉得 我相信 我不相信 可是我们好像很少 再问下一句 就是为什么你相信 为什么你不相信 对不对 像刚刚同学 有的同学 他就会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我就是相信 那如果我们可以 试着去问问看 去找出你 为什么会这样 那后面就有一套 那个价值观 在后面 好 这是第23章的投影片 那第24章就是 这是封底啦 就是 这个投影片 是我们系上的 学生做的那个底图 我觉得还蛮漂亮的 好 那大概我们今天 就讲到这个 这个我照项